秋天的加拿大处处逝境 今天我们不去景区 就在多伦多市区内看洪峰 丹谷是多伦多 是区内的一条河谷 是较典型的加拿大环境 启动航拍机 让大江兄弟把我的双眼带上天 这里是多伦多的一个生活小区 附近有科学馆 公园 没人规定种什么树 树木大多自然生长 少数是住户栽种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加拿大被广泛称为枫叶国 枫树是加拿大的国树 加拿大有上百种不同的枫树 画面上是典型的秋日红枫 按树色分类 除了除了秋日红 还有常年都是红色的红枫树 此外尚有黄枫 黑枫 银枫等树种 有种可以熬唐浆的唐枫 极少会在秋天变成红色 收回航拍机 如果站在树下网上看 色彩是这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